台湾的考试制度已经改了好几次 学生的压力到底有没有减轻呢 台北市长郝龙斌今天面对市议员质询的时候明确表示 因为大部分的家长不接受抽签入学 12年国教又不能够采集在学校的成绩 所以他将会向教育部表达 让未来北北基招生区采集国中会考成绩 作为高中职免试入学的参考选项之一 这种工作关注于指教 台北市长郝龙斌在议会报告 12年国教及北北基政策检讨 民进党议员抢着发言 试图阻碍议事的进行 甚至拿出了慈禧太后的海报来比喻 郝龙斌不理会继续报告 他说103年推动12年国教后 一旦免试入学 报名的人数多于学校开出的名额 将采取试信辅导入学 将国中会考成绩和高中职免试入学 做适当的配合 103年的招生分为免试入学 及特色招生两种管道 以免试入学占75%入学为原则 另外国中毕业生也可以透过 特色招生入学 民进党议员质疑 参考国中会考成绩是联考复辟 就连国民党议员也批评 特色招生规划不够明确 基隆女中跟台北市的建国中学 免试入学 请问你 你要读基隆女中还是建国中学 这个思维逻辑根本是错误的 我觉得今天请问你 北一女如果她要做特色学校 她是哪一个有特色 议员提醒郝龙斌 是不是要采集国中会考的成绩 可以讨论 但要跟教育部确认 避免12年国教会重蹈覆辙 像北北基联策被迫停办一样 郝龙斌强调 是否会加强和教育部的沟通 记者黄沛山 庄吉佳台北报导